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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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司徒虽然身死 我军正可乘此机会歼灭蜀军 诸葛亮 料我军中置办丧事 今夜必来结战 都督可兵分四路 两路兵从山间小路常须袭取蜀战 两路兵浮于寨外 待蜀军来时 左右击之可获全胜 此季神庙正和尾玉 传 朱葛亮 骂死王朗 曹真 料定蜀军 曾魏军办理王朗当事之时 当夜秘密于西方 因福家之大将军队 命灭至圣 于是连夜分兵速度巨峰西河 不料反重蜀军埋伏一场混战 外退的四路魏军因丁飞门变相互持战 陛下大都督曹真连战连败 行事危急 今上表求救 请陛下采除 不练了 休息一下再练吧 父亲 学成文武艺先与帝王讲 而今帝王不用 还练他何来 一派胡言 你等年纪轻轻 一遇挫折便松散懈怠 日后怎成大气 你等可知那司徒王朗76岁 还认军师出征 还认军师出征 此正如曹公所云 老计福利 志在千里 司徒王朗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休得放肆 父亲 那个王朗在两军阵前 让诸葛亮一顿痛骂 在玉玛下弃绝身亡了 竟有这等奇事 孩儿岂敢骗你 父亲 你为何也发笑 我笑那王朗 虽称满腹经纶 却是机场鼠度 连几句恶语都容他不下 何该由此下场 你等要记住 为人者有大度 成大气也 父亲 赞他是你 咒他也是你 而不知赎去赎从 是否 夫处士之道 以及应变之书 其可偏执异端 用兵之道毅然如此 皆跪在随即应变 用兵之道 用兵之道 无兵可用 道将安出 你 大都督不敌诸葛亮 谁能敌之 大魏江山 眼看就要毁于朕之手中 陛下 如今只有陛下御驾亲征 大会诸侯人人用命方能退离 否则长安有诗 关中威 陛下 击退诸葛亮并非难事 凡为将者 智过于人则能智人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以臣看来 曹子丹虽久用兵 但非诸葛亮对手 臣以全家性命保举一人 可退蜀兵 不知圣意准否 清乃元臣 若有臣氏能退蜀兵 早日照来与朕分忧 陛下 朕分忧 昔日 诸葛亮与新兵犯禁 因畏惧此人 矮设计暂不谎言 使陛下生疑 削夺此人兵权 诸葛亮长驱直进 近日陛下若能复用此人 何愁蜀兵不退 清所言 莫非是票帝大将军司马懿 正是 陛下英明 昔日 1号 1号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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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6号 你老人家天天在此瞭望 总是空空而归 乖王 他早把父亲望之于九霄云外了 大魏皇帝胜誉 蜀军犯禁 军情紧急 朕当亲征 特赴司马懿票计大将军之职 当时加封平夕大都督 速起南洋诸禄军马前赴长安 与朕会合以退蜀军 钦此 故皇万岁 万万岁 为军接连败退 我正欲进军 你不随父镇守永安 来此何事 特来报喜 有何喜讯 为新城太守孟达 不知丞相兵出奇山 特派新夫人池叔来见家父 将早晚代为禀报丞相 愿起金城 新城 上庸三处兵马 攻占洛阳 与丞相大军理应外合 一举攻下中原 孟达原是汉臣 已降曹魏 今日为何又要反正 昔日孟达降魏 此乃出于无奈 草匹在位之时 爱其财 待之甚厚 草匹死后 曹瑞即位 曹中许多人嫉妒 孟达日夜不安 故存反心 今闻之丞相乏味 向就地举事 将功折罪 协助丞相平定天下 丞相 此乃孟达亲笔书信 请丞相过目 是 孟达若能攻占洛阳 我再直取长安 戏经定义 草匯何仇不破 丞相 孟达正是此意 故小侄前来报喜 此乃天大喜训 是 你一路辛苦且歇训去吧 是 请 丞相 孟达举事能否成功 我大军逼近长安 曹瑞防我于前而不顾其后 举事不难 可负中原 重兴汉室 知日可待 知日可待 丞相 孟达举事当饮一杯 好 获此佳音不妨小酌 杯酒 请 请兵丞相 有紧急军情 讲 魏主曹瑞 一面亲领兵马驾姓长安 一面招司马懿父职 加封平息都督 近起南洋诸禄兵马 同志长安会合 好 丞相 再去仔细大谈 一有军情速来禀报 好 是 丞相 亮曹瑞何足道哉 他若来到长安可旧而勤之 丞相 何故如此惊讶 可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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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瑞何足聚 所患者为司马懿一人而已 既孟达欲举大事 若与司马懿岂是必败 孟达绝非司马懿对手 必为司马懿所勤 孟达若死 终愿不亦得也 丞相 何不急修书信 令孟达小心提防 但愿孟达做事机密 不为司马懿察觉 好 人言诸葛亮多心 金官此信果然不假 孟将军 信中所言何事 诸葛亮在信中主我极异 不可以机密 不可轻易托人 小心从事 严防司马懿 司马懿 曹瑞已恢复司马懿官职 令他起南洋 诸鹿之兵马前去抗暑 司马懿官复原职了 官复原职了 这 诸葛亮过滤了 万城离洛阳八百里 即使司马懿闻之我举事 须表奉卫主 往返一月 带他起兵来伐 依然晚矣 孟将军所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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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将军所言极拆家人前来 书有机密钥匙求见 金城太守深谜 带进密室 是 你来报信孟达可曾知晓 孟达毫无觉察 此乃圣上齐天洪福也 父亲 出了何事 孟达串通金城太守深谊 尚拥太守深丹 欲图谋反攻占洛阳 诸葛亮兵在齐山 杀得内外人界丧胆 金天子不得已而驾兴长安 若不及时用我 两经休矣 不得已 沈将军迷途知返 举报叛贼 乃明智之举 我当奏名圣上 余意加赏 谢都督 父亲 此事应如何处置 是否急写表彰 神奏天子 不可 若等圣旨往复一跃之鉴 洛阳必落于孟达之手 孟达谋反 必与诸葛亮通谋 我先擒此贼 诸葛亮定然心汉不战自退 传令 全军即可开往新城 一日要行两日之路 如有持务者力战不赦 是 父亲 圣上指定前往长安会合 如今兵发新城 有违旨意 圣上若是怪罪父亲一物战机 非也 为大将者 指此国家威王之计 不当机立断 铲除祸患 是毒之也 我意已决 以等小辈无知 休要多言 来人 宿命参军良机 写我军令 星夜赶往新城 命孟达整顿兵马 准备随同出征 是 你可火速返回 面见申将军 让他佯装无事 准备和孟达一起举事 只是拖延时日 带我大军到来 一同擒贼 好 此事万万不可露出破绽 请都督放心 你等即刻随我赶赴新城 是 孟达不听我言 必死于司马懿之手 专相 何出此言 孟达在信上说 即使司马懿知他举事 也要先表奏为主 晚成离洛阳相聚八百里 往返须一跃有余 故不必聚 岂不知司马懿精通兵法 甚至攻其不备出其不义之妙 曹瑞 既委托司马懿逢寇即除 若知孟达返 何待奏文未主 不出十日兵马必到 孟达毫无提防 岂能不束手就擒 你快快连夜赶回告知孟将军 若未居士 岂谋让同事者知晓 一旦遭露消息必败无疑 是 晚安 我还是修书一封 带给孟达为好 走 禀毛都督 抓获一名奸细 别杀我 饶命 我不杀你 你从石昭来 从河处来往河处去 我从蜀蝇来回新城去 孟大谋反 诸葛亮可曾知晓 知道 他如何说 他说千万要提防司马 不 都督 提防我什么 提防都督 不奏之为主 带兵赶赴新城 令孟大 措手不及 诸葛亮果真这样讲 有书信在此 请督督过目 走 诸葛亮真神人也 朕可谓英雄所见猎童 所幸天子有福 获此消息 孟大必败 走 带先去 是 饶命 定于明日举世 届时通告申疑申担两位将军 换上大汉旗号兵发洛阳 是 可笑司马懿糊涂 还在命我准备兵马听后调遣 殊不知前后起火 他已首尾不得相顾 孟大女有军情 有何军情 城外尘土冲天 由大军逼近 是何处兵马 尚未认清 带我去看 是何处兵马 是何处兵马 只得举死战 将军 看 沈将军他们到了 远军到了 将军 我的处冲 第一位贺务一定能杀屁为君 速放掉桥 随我杀出城去 二位将军来得正好 快随我去驱逐资马老贼 万贼还不下马受死 来 小人 万贼更大 快快投降 快拉到小 拿着他们 快快站住他们 我等于谢了承旨 万贼速降 无耻小人 看我大事 无耻小人 你把我道上 多了 你吧 万贼能大 万贼 未可 要早想一言 快别招杀我你一声 快 快 万贼 不 万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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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将军将军相助 都督 我谢二位将军相助 请都督入城 夫妻 丞相 孟达 做事不密 至有此拜 丞相不必过于感伤 陛下 臣文申移密告孟达有反叛之处 将军相助表奏陛下 深恐往返迟悟 故为待圣旨下达兴业而去 若戴奏文 则众诸葛亮之祭也 承请陛下恕罪 爱卿快快请起 孟达反贼 若非爱卿发兵神祖 我大为江山休矣 清之学识胜过孙无 朕赐清金月府一队 今后凡亦机密重要之事不必奏文 只需相机行事 谢陛下 如今大敌当前 还望爱卿抛却前嫌 立刻属军再建其功 陛下 臣当干脑徒弟终身报效陛下 四马义除去孟达之后 率领大军 以大将张和为先锋 浩浩荡荡前往抵御西蜀大军 诸葛亮平生用兵谨慎 但怕有失不肯弄闲 绝不会从子五谷进兵 直取长安 他必出邪谷来去梅城 若去梅城 他必分兵两路 一路来去鸡谷 为宁曹真聚守梅城 兵来则不可出战 令孔礼心脾受住鸡谷道口 兵来则出骑兵机制 那都督欲从何处进兵呢 秦岭之夕有一条路 名接亭 旁边有一城名列柳城 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 我与将军直取接亭逼近杨平关 诸葛亮若知我断此接亭要路 绝其良道 则冷戏一境不能安守 必然连夜奔回汉中 他若回动 我提兵与小路积职可得全胜 他若不归 我便截断各处小路 以兵守之 一月无良 蜀兵皆饿死 届时诸葛亮必束手被擒 都督神算 记忆虽如此 但诸葛亮不比孟达 将军为先锋 切不可清晋 定要寻山西之路远远少探 如却无伏兵方可前进 若稍有舒服 必中诸葛亮之计 诸葛亮真能算出 不如我进兵接庭 司马懿极会用兵 非等闲之辈 今率兵来据我时 需小心地方 孟达坐视不密 死故当然 今司马懿出关 必去接庭 断我咽喉之路 接庭虽小 但关系重大 此地是我军良道 接庭若失 我打军有轻负之险 顾需派重兵小心把守 诸位将军 谁敢领兵 去守接庭 丞相 马肃 马肃 冤枉 马肃 冤枉 接庭一仗 事关全盘 我军守出齐山 成败再次一举 主席将军全且退下 好生思考御敌之策 我也要谨慎再三 以免功亏一篑 你 丞相 丞相 赵老将军 年岁已高 威严 我仲前请令 丞相为何不云 是事我不堪此任故障的故障 我仲前已有而公职一事 向我马祖 以往只是在帐中献策 从未驰骋沙场 众将对我已有非议 说我只能至上谈兵 此番守出其山 我定要在阶庭大显身守 何愁众将不服 丞相 有长 我认识 马祖愿守皆庭 请丞相允知 皆庭 一无成国二无险阻 守之极难 你可知晓 知晓 司马懿身通兵法 更有先锋张河乃未知名将 空你不是他二人之对手 修道司马懿张河便是曹瑞亲来又有何惧 若皆庭有失 若皆庭有失 我均休矣 重大职责非必寻常 我自幼熟读兵书 颇之兵法 皆庭地处要塞之道 关系全局 岂能不知 此凡率军前往 定当精心守护 万无一失 请丞相宽怀 为听捷报 可知将军身通谋略 但司马懿 丞相 皆庭若师 齐斩全家 军中无戏言 远立 军令状 丞相 我自随丞相以来 多现战策 少见军功 当此两军大战之际 愿将平生所学 尽限于军前 丞相 以不负朝廷之恩喻 父母之愿望 恳请丞相 让马肃为国杀地立功 血洒沙场 死而无憾 丞相 有效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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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 阿蘇 在 我給你兩萬五千精兵 在博弈園上將相助 不得有勝利 我給你一時遵乘向令 王平 在 我訴之你辦事謹慎 故特以此重任相托 你與馬肅共守接庭 要小心把守 下斋要在要道之處 令賊兵不能偷過 安嬴之後 速化四至八道地理圖刑本 送來我看 是 凡事商議停蕩而行 借庭關係重大 汝文守無微 二位將軍便是曲長安的第一功臣 亮由衷希望二位為國立功 你放心 拔守接庭 並不放過衛軍一兵一卒 去吧 是 拔守接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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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接庭東北有一城 名列柳城 我給你一萬兵馬 一旦接庭危急 引兵前去救援 是 是 高相並非張和對手 我須另派一元大將屯兵接庭之右 方可防止 魏延 在 你率本部兵馬去接庭之後屯炸 以防不測 這 豈將我置於安閒之地 前鋒破敵乃是小事 我令將軍堅硬接庭 總守漢中咽喉 非大將者不能擔此重任 豈是安閒之職 將軍不可等閒事之 是 是 接庭無險 我軍方可禁兵 趙雲鄧之 在 如今司馬懿出兵 與往日不同 你二人多引一軍出擊鼓 以為宜兵 如於衛兵或戰或不戰 以丁其心 是 是 我自統大軍 將為座先鋒 由邪谷進去梅城 長安可破